內地不少年輕父母會到城市打工 造成留守兒童的問題 去年全國大約有697萬名農村留守兒童 他們缺乏家人照顧 對學業和心理狀況構成負面影響 百本醫護的創辦人關志康 去年辭任主席之後 在廣東省德慶縣聖平村 成立蜂蜜品牌Mrs.B 藉此改善村民的收入 吸引年輕父母回流 這個村的時候發覺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都沒有一些成年人 全部都是小朋友或者老人家 我們看到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 15歲去到50歲的人基本上都不存在 有些人就會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本身不在這個村裡 不是有農業呢? 但是因為在中國很多地方 包括我們現在升平村這裡 農業都不是那麼發達的 因為他們譬如種瓜 譬如種一些黃瓜 在外面如果去銷售的話 其實就不是賣到一個好的價錢 現在去做這個產業 就希望能夠在他本身的農業以外 就鼓勵他們成為蜂蜂 或者鼓勵現有的蜂蜂 做一些高質素的蜂蜜出來 透過他們做這個產業 他就更加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Mrs.B統一採購村中蜂蜜之後 會檢測糖分、水分 確保蜂蜂蜜沒有溝到糖 但是最大挑戰仍然是在銷售一環 我們收了蜂蜂蜜回來 亦都給了一個好的價錢 蜂蜂蜂蜂 怎樣跟牠去買 怎樣跟牠去找市場 都是我們一個大的挑戰 我們做的方法就是 做一些小包裝 細小包 令蜂蜂蜂更加容易去銷售 純粹慈善、捐助 或者可能有些叫做 純粹是金錢方面的 扶貧工作 未必可以持續 可能今年有一班熱心的人來幫 可能下年沒有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人幫 希望能夠透過一個 叫做消費扶貧 是一個產業來的 真是做一盤生意 令到他們賣這個蜂蜜的產品 是一個民有所值的產品 今年28歲的黃玲 原先在深圳打工 生了長子之後 交由村中爺爺媽媽照顧 母子關係一度疏離 於是她偽然減薪兩千元 回鄉加入Mrs.B工作 希望重建母子關係 她會說一些比較傷心的別話 為什麼不接受你 她會說 你是生了我 但是你從來都沒有跟我睡過覺 你都不知道我喜歡吃什麼 你都不喜歡我 喜歡什麼衣服 我喜歡喝什麼 你都什麼都不知道 你是媽媽 只不過是一個命 自己很失敗 自己知道我選擇 帶女兒到這個世界上 我教育不好她 我覺得我是一個 很不負責 很不戳戚的媽媽 後面我辭職 我工作 就回去升平 做事 我花了短短的六個月的時間 去達成我和小朋友的一個橋樑 就是希望她可以接受 我有這個媽媽的存在 比如見到你 男的會叫叔叔好 都會和你很主動地打醒 還有什麼小零食 都會懂得去分享 會給別人 在這裡工作的話 我可以時時刻看到 我小朋友的成長 每一個過程 我又可以陪伴兩個老人 就是孝道 孝敬她 Mrs B在今年2月投產 直到今年7月已經生產大約3噸蜂蜜 通過網絡和社交平台 在香港和內地銷售 每核蜂蜜毛利大約45% 關志康希望為其他農產品開拓市場 例如農金等等 令其他農戶受惠 舒緩留守兒童的問題 人的優勢就是做一個標準 做一些優質的服務 以及打造市場 我們希望Mrs B就是蜂太太 希望一些媽媽離開村裡 她飛回來村裡 在我們那個蜂蜜工廠工作 吸引他們回來回留這裡 令到他們的家庭可以團聚 好嗎 謝謝 希望她們沒有教育 有任何謹慮 一直在鑑 在我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